好 那麼這個Judy 你就會咳 所以就去Google Google我就以為是 衛食道淋流 因為其實衛食道淋流 如果你是真的衛食道淋流 也是滿嚴重的 而且會咳 對 對 會咳 會一直咳 然後我就想說不行 而且重點是咳很影響工作 你不能去跟他講話 就一直咳這樣 結果有一天我就下班 也不是在公司附近 就剛好出去出通告 就經過一個診所 我在診所門口來回了三趟 然後說去 好像也沒怎樣嘛 又退回來 然後又去 又退回來 想說護理師在裡面一看 想說這麼一個女生 一直在外面 就是一直在排回來 像幽魂一樣這樣子 我就一直想說 要不要去看啊 就吃個藥就不痛了 那最後還是鼓起勇氣走進去了 我真的很謝謝 這個診所的醫生 謝謝你 因為一般診所就是問完診 開完藥回家 吃完緩和就算了 他跟我說 小姐我覺得你這個跟附膜 是不是附膜眼相關的 我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那我們抽個血 驗個尿 小診所耶 怎麼還會給你抽血跟驗尿呢 但他就真的喔 就是護理師還很少幫你驗血 他在這邊抽血 是很緊張 想說這麼久了 都沒有在診所幫人家抽過血這樣子 好 那就這天回去 拿了藥就回去了 隔天電話就來了 護理師打來 他說 驗血出來了 對 他說 溫小姐你要不要來看個報告 我說 你們醫生的藥 厲害 我不痛了 我想我最近工作有點忙 我就先不過去了這樣子 然後就掛電話 就繼續忙工作 他說叫你過去了 你還不去 對 然後算了隔天 電話又來囉 這次是診所的醫生打來 對 然後他就說 溫小姐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報告 然後我本來想說 醫生我過幾天再去看 然後他就說 我覺得你還是來一下好了 就最後還是把工作排一排 因為畢竟他也不在我公司的附近範圍之內 就是還是慘慘 還是過去了一趟 然後就報告一拿出來 紅字蠻多 因為那時候沒什麼概念 只到說白血球過高 就是發炎指數過高 那這個他就說這個是警訊 診所處理不了 那我建議你 我就開轉診單給你 就附近 馬接醫院嘛 現在去 現在去 我就說 醫生是這樣沒錯 OK 沒問題 我就回去 轉診馬接 馬接 就剛好在馬接附近 在那邊的診所看的 那我就開了一個轉診單給我 我也沒去急診 就是 他叫你去急診嗎 他就急診最快 對啊 但是我也沒去急診 對 然後我就還乖乖想說 我不要浪費醫療資源 我還乖乖的去掛號 掛肝檔腸胃科 還隔了幾天才去掛號去看 然後醫生就這樣摸 他就說這裡 這是腎吧 他說你這是腎發炎 趕快預備請假 一個禮拜打抗生素 那但我們還是看一下超音波 好喔 那人就想說 哇是不是有點嚴重了 但超音波也不是馬上可以看 因為那個大醫院還是要排隊 對 也是又拖了幾天 然後超音波是醫生親自來幫你壓 他壓完就說 好啦那可能要準備住院 那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我說這裡好痛 就這個位置 肚子在下方 我好痛 他說 這已經超出了肝膽腸胃科的範圍了 耶 他說這個 不關他的他的範圍了 他說你也是可以等就是下個禮拜 摸到這裡 這不是我的轄區 對 他不是 他說你也是可以等下個禮拜 再回診 我再看報告 我再安排住院 他說可是我覺得你應該來不及 我建議你 你現在去馬街急診 因為急診就馬上就有一些 就是必要的檢查 而且有病房 已經有兩個人叫你要急診了 對但我還是沒有去 然後我這次就是真的 因為嚴重了嘛 那我就想說我第一個 我要先跟公司請假 一個禮拜 藝人的事情 行程 同事要交接 第二個比較嚴重 是因為我媽媽那時候 因為糖尿病發的廢基水 那他就是突然有一天 刺起來 刺起來之後 他被那個急救押回來 那醫生就說 他是也算是有點腦缺氧過久了 然後就在ICU 你特別是在哪裡人 台南人 台南人 這個台語實在講得太可愛了 他突然刺起來 我媽媽是真的突然刺起來的 突然刺起來 意思是他突然走了 對他突然走 但是又被救護車押回來 那變成他的腦 腦是缺氧的狀況底下 他就送進ICU 那我媽媽在南部 他在ICU裡面 我不可能在北部 在馬街住院吧 那為什麼不可能 誰照顧我 然後我就直接去了這家醫院的急診 那這一樣 謝謝急診科醫生 他除了很快就是推了一台 那個超音波機器 就是幫你看嘛 他說這裡的確 卵巢的地方有一些 奇怪的東西 因為蠻大的 所以其實應該蠻明顯的 可是他說 我覺得你的情形 聽完之後 他很警覺 他幫我加驗了驗血 幫我加驗了一個指數 叫癌症指數 CA125 他說我聽完你這個 這個案例 我覺得應該要先看一下 這個指數 就果不其然 200多 其實CA125指數是35下 沒有很高 35下就是已經算是 有利害風險了這樣 那我200多 哇 然後就終於發現了 哒哒 就好 我癌症 這樣算很嚴重 很嚴重 就是有問題 他超音波已經看到 有一個東西在裡面 這個就要很小心 他癌症指數200多 算很嚴重 他只是指標 然後告訴你說你有風險 不一定是癌症 但是你是個異常的狀態 對 然後因為就是 但醫生是意思是 會者婦產科意思是說 有可能你的卵巢只是受害者 有可能是腸啊 腎啊 吃他發炎啊 就是去壓到他 所以最好是先進行一個檢查 譬如說大腸鏡啊 胃鏡 全全身先檢查一下 看看其他的器官 肝啊 是不是也有其他的病变的部分 說不定不一定是卵巢癌 對 然後做完整個檢查 我就先轉到血腫科 血液腫瘤科 先去做全身檢查 很幸運 只有卵巢有問題 所以就是 基本上就直接轉婦產科 所以我的過程就很特別 就是又到血腫科 可是因為又是單科的問題 他又報轉回了婦產科 所以我後期的整個確診到開刀 就是在婦產科做 所以現在就是要把那顆腫瘤拿掉 對 那婦產科的 已經確定有腫瘤了 有腫瘤 因為婦產科的醫生 他說他一樣 他是說腫瘤 如果你不是 你是良心通常會是圓滑型的 一個腫瘤的樣態 但我那個是有點畸形 但卵巢有很多種類 有雞胎瘤 水瘤 他說你這一看 就是很棘手 很討厭的那個癌細胞 他就這樣跟我說 他光看超音波 他光看超音波 他的經驗 他說就是很討厭的 一個癌症細胞這樣 他說只能打開剖腹 然後檢查才知道 而且是子宮卵巢一起拿 但那時候 我有一邊的卵巢是正常的 只是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打開了 我開刀到一半 我先送冷凍切片 確定是這個棘手的癌細胞的話 他會把正常的一起拿掉 因為太容易跑了 他容易轉移 惡心度極高 所以連同腹膜什麼藍尾 然後裡面的淋巴結 反正整盤整組都拿掉就對了 結果那個卵巢腫瘤有多大顆 我忘記那時候 大概也是十幾二十公分 大概這個拳頭這麼大 已經這麼小的東西 種成這樣 這麼大一個 拿出來就是這麼大一個 噪音波照得到 摸也摸得到 就是摸得到 這樣算大顆嗎 算了 算是蠻大的 先到拳頭這麼大 這樣要多久才 這麼大顆 應該有一陣子 他就冷嘛 耐痛 耐痛又皮癢 所以你開刀 拿掉的東西有什麼 就是剛剛說的什麼 大網膜 小網膜 那個藍尾 聽說藍尾也一樣 網膜是什麼 網膜就是 包在腸子上面 我們腸子會有一層 東西保護著它 像一層 像一個那個窗簾一樣 那我們簡稱叫網膜 因為網膜 它通常包在這上面 如果癌症 它很容易會走這個網膜 因為它是一個保護腸子的 所以當有東西進來的時候 它一定會先攻擊這個地方 所以網膜 我們會先把它切掉 看網膜上面有沒有 如果有 你腸子通常都不大妙了 可能轉移進去 所以像就是你剛剛講 沒有網膜 腸子就沒保護了 因為沒辦法 因為它是癌症的手術 所以癌症手術 就會把幾個都切 像盲腸也要切掉 它怕是另外一種 是不是腸子有 可能是走藍尾那邊進來 一種黏液性的 腫瘤的就會走這條路徑 所以把整組 通通都會把它清乾淨 包含子宮卵巢 雙側的淋巴結 主動脈淋巴結 包含大網膜 這些全部都會把它清乾淨 因為把它清乾淨 才能夠找出來 哪個地方可能會有腫瘤細胞 如果只很局限在下面 那就可能區別比較前面 一二期 如果清到上面都有 甚至腸子看有切下去的話 那就可能就到第三第四期了 那你那個是惡性的嗎 惡性的 什麼時候知道惡性的 當然就是開完刀出來 它就會檢查報告出來 那叫量細胞癌嘛 那是一個超級 哪個量 量 clean就是那個光亮的量 量細胞 量細胞癌啊 對 怎麼這麼特別的 這很特別 然後它是容易轉移惡性 原位 原位啊 當時打開的時候是原位 就是很幸運啊 那時候就是已經 已經感覺到腸胃不適的狀況底下 我還是原位癌 然後但是 這叫什麼癌症檢基手術嘛 把所有的癌細胞 減到最低的範圍 然後再做六次的 預防性的化量 好 那接下來啊 情形好像還沒那麼簡單 接下來才真正是 這個煎熬的開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 來先休息一下